今天晚上9点左右连接亚安天泉县丝京香水厂的生物观测池内 上百条观测鲸鱼突然死亡 水质问题引发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 连夜通知当地受影响的村民暂停饮用水 水厂同时关上了大闸 目前水样已经送往四川省疾控中心检测 受影响的4000多名村民 昨天主要靠消防水和矿泉水度日 现在马上来连线正在天泉县的东方卫视记者陈俊杰 陈俊杰你好 陈俊杰你好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事件的最新情况 现在当地的村民的饮用水问题有没有得到改善 好的 我现在就是位于丝京香的丝京供水站 这样一个供水站是给当地4000多个乡民 他们是供水的 那么在这个水厂是有一个石头 它的水是与水源地是一个相通的 水质也是跟水源地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个实时的变化 那么在前天晚上 前天就是23号晚上发现 那个食堂里面呢 是养了4年多的一个鲸鱼 有196条 它突然在10分钟内呢 就死了很多很多 那么就可能怀疑是有一个水质有一个问题 当场呢 水潮就把这个供水给停掉了 水药呢 也是送食检测了 现在呢 我在刚才在上面看到 现在是已经又放了新的鲸鱼进去 但是新的鲸鱼放进去以后 现在还是生活的比较好的 没有出现一个死亡的情况 前天呢 也有一条 也有几条活下来的鱼 现在还在上面 也现在还是活着 但是比起别的经营来看呢 是明显是没有了精神 那么现在湘民的用水问题 生活用水主要还是靠 消防车是拉一些生活用水上来 昨天据我了解到 已经拉了5车上来了 今天还会有更多的水拉上来 饮用水的情况呢 是一户人家可以发到两箱的一个矿泉水 基本是能够保障的主持人 好的 谢谢陈俊杰的报道 谢谢陈俊杰的报道